賴清德的人士是不是 嗯 其實賴清德的人士 現在只能用推測的啦 大概王國財也保不住了吧 也應該會走了吧 邱國正也大概應該會走了吧 然後當然啦 現在還是看 看葛葵要確定是誰啦 然後傳出來不是賴清德下封口令嗎 很多有民進黨立委就說 沒有聽到封口令 封口令當然不是下給立委的 封口令都是下給他旁邊的人 怎麼會下給立委呢 對不對 這個消息是應該舊的啦 聽說前一段時間 賴清德是希望陳建仁 再幫忙一年 那陳建仁應該不會要吧 陳建仁沒答應 可是後面的進度是 不曉得有沒有繼續 這個我沒有把握 我覺得這個我沒有把握 我覺得應該不會 我覺得陳建仁 我為什麼會覺得不會 你知道嗎 因為立法院現在是三黨不過半 三黨不過半 陳建仁最近在立法院的態勢是強的 強勢比較強硬 那你面對立法院三黨不過半 你一個強勢 而且對藍營強勢 其實並不是好事 那就有一種感覺 我就會來跑啊 我就是要走了 我會來跑啊 我幹嘛還忍氣吞聲那種感覺 可是陳建仁也不是 也不是亂發 不要說他發脾氣的 他比較硬也不是亂硬 唐鳳其實 其實還好 因為唐鳳可能並不適合 擔任部會的 首長 唐鳳其實當政務委員的時候的角色 反而比較清楚 不過唐鳳黨內目前為止 對他很有意見 尤其是立法院 對他很有意見 因為那時候要成立書衛部的時候 其實唐鳳有講 在內部有講 因為他知道那個假訊息的問題 但是唐鳳又不是很想去碰到有關於 因為那會涉及到言論自由的問題 唐鳳他不想碰這一塊 瑞雄有沒有可能接法務部長 我遇到他的時候我再問他 莊瑞雄啊 可是他好像都在屏東蹲點我也不曉得 一直傳聞他可能入閣 意思有這個傳聞 可是他會進法務部嗎 法務部很難管 超級難管的 我聽到的是他一直傳聞中 我覺得現階段 要知道賴清德的個性 賴清德的個性是保守的 所以他還沒決定的事情 他是不希望被外界知道的人 但是請問 dag 我死下的 我死下的 但是以然後 很快 我死下的